哎唷 我是說你阿公是 阿公是江秋花的那個貼債 誰是我哥哥 我沒有哥哥 剛才阿公他想說你 不是阿公公公 沒想到 是說你要有錢 一定有哥哥 民典有哥哥 你自己有感覺嗎 有人說過 感覺你有錢嗎 有嗎 你比你這個比較有錢 阿公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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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說那兩個男人都是你的弟弟 就說像你的哥哥一樣 阿公 阿公 有時候我拔帶 有什麼是說 你先也政客 你會說兩條路 拔帶也會說 他說政客也會說 因為你有錢 對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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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所以 萬人出的大 結論 阿公 真的看到你 一句話而已 阿公 真的看到你 要鬧 叫 失散 真的看到你 鬧 叫 失散 了解嗎 了解嗎 了解 對 趕緊拔了 趕緊拔了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15歲到35歲 這個民層 對香港的房地產 這個最主因的是房地產太過 太過於那個 狹窄又很貴 香港還在亂喔 現在還沒有三個多歲了嗎 哇 三個多歲了 哇 到香港了 就難過了 直接就不舒適 這沒辦法出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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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 他們覺得說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 年輕人的想法就是 切切 有夫婦的啦 那你這樣搞的話 整個香港的經濟一定會 不要說一落千丈 至少影響四到五成 四五成 然後你整個房地產會跌下來 你像說香港的李嘉誠 他的股票 長江10月 從一百三十幾 跌到現在五十幾 他已經財產已經數字 一半以上了 哇 對啊 因為他這樣負的時候 然後他們 結果李嘉誠在 在 在那個 在那個